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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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与三股势力两面人做坚决斗争 坚决落实总目标 打赢反恐的人民战争 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是会注意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特别是学习领会号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坚定不移地用总目标统一思想行动 届时把总目标放在心上 抓在手上 落实到行动上 坚决贯测自治去党委官 与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系列安排部署 高举民族大团结的旗帜 促进各民族群种像是牛子一样 紧紧地抱在一起 始终牢固树立国家意识 公民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积极参加民族团结一家亲 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 打牢各民族团结 奋斗了思想感情基础 促进各民族相互了解 包容 欣赏 学习和帮助 助牢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 充分发挥党员作用 全利益负担好脱贫工结战 做给群众看 带着群众干 在扶贫工作中 我要充分发挥大原先锋模范作用 时刻本周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办实事的态度去帮扶 时刻牢记肩负的职责与使命 做好本职工作 不浮躁 不虚假 从群众利益出发 为打赢脱贫工结战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 社会安定 民族团结 则正通人和百业兴旺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份子 我大声呼吁 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做起 共同维护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 共创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